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国际旅游达人南希 此时此刻我正在美国的怀尔明州 这里是美国的Big Horn National Forest 翻译成中文就是 大脚洋国家森林公园 在本期的视频中呢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这里的小木屋 也就是关于在这个地方旅游的话的住宿问题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也就是山里面租了两晚上的这种小木屋 我们租的是这一栋 这一栋就是我们租的小木屋 我们一共是租了两个晚上 多少钱呢 价格是480美金 两晚上折合人民币的话 也就是3500元的样子 3500元人民币 包含了这个税收在里面 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呢是免费的 不需要名票的 但是呢里面的住宿的话 你要自己订 或者说如果你有房车的话 开进来那个房车要进行一个营地的扎营 那个也是要交那个房 房地费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卡车 那么我现在就带你们进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小木屋 这个小木屋已经年代久远了 我这个美国人呢告诉我说 他五岁的时候都喜欢在这边来露营 也在这边度假 每年的时候都会跟他爸爸一起来 这个是阳台 可以看到这个阳台呀 都已经 这个木头 都已经有 很年代改 历史感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 这边的一个风景是怎样的 嘎吱嘎吱的响 我走在这个阳台上 还有一路人晒了很多衣服 那个是我们的邻居 住在那边 我们住这边一间房 给你们拍一下 这个窗外的湖光山色 那些也是 也是民间这种住宿 就是我 如果来这边旅游的话 没有房车 就可以住那种房子 可以租 大概的价格就是民币 一千五百元 左右 一个晚上 我现在再带你们参观一下 这个小木屋的房间 这边呢是洗手间 它这个洗手间比较简单 但是基本的洗漱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 这个洗澡的浴缸也是有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晚上是用不了的 这个好像是坏了 这个浴缸是坏了 用不了 这个水 这边呢是卧室 这个小木屋只有一间卧室 这个卧室里面 它有开了这个暖气的 晚上的时候必须要开这个暖气 不然的话特别的冷 里面有插电的那个插座 是可以用电的 然后这边呢是客厅 客厅有个沙发 我们的行李都放在这里了 比较乱 它这个小木屋还是蛮简单 但是挺温馨的 我觉得 这边还有一个餐桌 我的导游 不知道在沉思什么 表情一点严肃 这是一个kitchen 一个小的洗 那这个不可以做饭 但可以在这里面洗手 可以 没问题的 整个房间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 那么我现在带你们去拍一下 这个房间外面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房间外面呢 还有一个烧烤的器具 因为这边可以钓鱼 买了这个钓鱼证 就可以去钓鱼 钓完鱼可以在这里面做烧烤 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烧烤的 本来我们是打算今天去钓鱼 或者说抓鱼 然后在这里面做烤鱼的 但是今天上午一直在下雨 然后下午就没时间了 等下一次吧 好那边的话 就是有一个 篝火 做篝火的一个 很多石头 可以在那里面搭篝火 这里还有人流狗 也是来度假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房车 很多人也把他们的房车 开到这里面来旅游 那个就是美国的房车 他们这里管叫trailer 就是前面有一辆小汽车 或者是卡车 然后后面拉的一个房车 然后那里面就有出行 旅行度假的那种房车类型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木屋的后面 那么我现在会带你们去参观一下 这边如果要订他们的这个小木屋的话 我是在哪里面付这个费用呢 订房间呢 还有哪里可以免费的上WiFi呢 因为刚刚我们住的这个小木屋 就好它是没有WiFi的 这边是山上都没有信号的 我的手机也用不了这里的信号 所以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它的那个前台 那个蓝色的卡车 就是我们的小木屋的地方 那么现在呢 我要去那个前台 大概要走多远呢 就在那里 在最前面的那个小木屋就是前台 我们是在那里面订的房间 然后如果要上网的话 也要是去那里 我给你们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订酒店的 订房间的一个前台 哇 这里有一只土拔鼠 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在石头峰里面 我好想拍一下它 我在另外一期视频当中给大家拍过 看到我就跑了 这个就是前台的正门 我们就是在这里面订的房间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WiFi 还有三餐 因为我们的小木屋是没有WiFi信号了 所以要上网的话 只能在这里面上网 然后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 我给你们拍一下 我们是从这边公路上开车进来的 这个地方名字具体叫做 前面的有一个标志牌 叫做Mano Lark Lake Resort 就这个地方的一个名字 那边就是公路 高速路直接开进来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是开了房车进来的话 不定他们的小木屋也可以 是在哪里呢 我给你们看一下 开进来里面 那里面也是可以停房车的 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 我们的小木屋是在那边 其实那里也有一辆房车 但他们这边还有一个房车区域 露营区 也是可以停房车的 给你们拍一下 在这里面停房车是要收费的 因为它这里面提供水 电 还有排屋 之类的 给你们进去也能拍一下 看到没有 很多房车都停在这里 而且这个地方很多土拨树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 看到没有 那边好多只啊 那边又有一只 这种土拨树生活在石头缝里面 关于这边房车的问题呢 我在另外一期视频当中 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本期的视频 我就拍到这里了 欢迎您的收看 我是国际旅游达人南希 我们下期见 拜拜